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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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上和我们提到小盛的四个 我们再看这句经文 这句是紧接着阿罗汉 这句是大习之果 阿维越智菩萨 古大德在住所里面 和我们说是七地以上 由此可知西方记录世界 是唯一大乘 不单止是唯一大乘 实际上它是一佛乘 徐唐时代 古大德 判识 释迦牟尼佛 那一代时教 有小乘有大乘 大乘上面还有一乘 所以唯有一乘法 无二亦无三 这段是将诸佛如来 包括八身大事 映化在九法界 教化众生的本源 和我们说出来了 由此可知 小乘 声闻 玄国 全教菩萨 都是如来教化众生的方便说 不是真实说 真实的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在一生之中完成佛道 大家都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为什么要说三乘呢? 三乘是属于不得已方便说 众生没有那种根性 没有那么大志向 修行有人说 我只要能平平安安过一世就好了 其他我什么也不指望 这样的人 佛对他就没办法了 他不想成佛 他也不想做菩萨 甚至你说虚陀魂果 他也没兴趣 他只希望平平安安过一生 就很满足了 但是佛对一切众生 绝对不会令他失望 你希望什么 他就帮助你 得到什么 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你希望做个好人 他帮助你 你希望生天 他也帮助你 肯定能满一切众生的愿望 这种是佛慈悲到极处 所以佛的法门就多了 都是为应激而痴涉的 西方记录世界 我们知道 是一佛城 哪里还会有小城呢 所以这里 这里和我们说的 也是方便说 不是真实的 西方记录世界 没有人天 也没有声闻 原觉 佛为什么在淨土经里面 都和我们说 天人声闻众 我们要懂得他的意思 西方记录世界 绝大多数人 是大业往生的 他和其他世界不一样 大业往生的 大业往生是带着 过去 好像我们娑婆世界 那些烦恼集气 带着去的 带到去那边 当然要断烦恼 要断集气 烦恼集气不断 你到西方记录世界 你的智慧 你的能力 能力 能力就是一般说 神通 你的受用 我们说福报 都和阿弥陀佛相等 这本经上 大家读得很清楚 第一个 到西方记录世界 容貌和佛一样 身体和佛一样 真禁 止磨 金色身 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 生到那里就和佛一样 智慧神通道力 通通都一样 换句话说 你已经成佛了 但是那个成佛 不是你自己的本事 不是你修正得到的 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给你的 换句话说 享阿弥陀佛的福报 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人一样 那个小孩来投生 投生到帝王家 他一出生就是太子的身份 他的受用和国王一样 这不是他自己能力得来的 是他老子给他的 这样的一回事 所自我们到西方的记录 世界我们的福报 同一切诸佛一样 神通智慧能力都一样 不是自己修的 是阿弥陀佛给的 那好不可思议 这种是西方世界唯一殊胜的地方 他方世界通通无 虽然佛给我们那些智慧神通道力 我们的烦恼集气还在那里 必须断吗 当然要断 你如果不断的话 永远享受人家赐给你的福报 到你自己烦恼断尽 那个福报是你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都不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了解西方记录世界的真实状况 这个地方讲天人讲小乘 阿弥陀佛接菩萨都是到那个地方自己实际修行断正的功夫 在西方记录世界断正功夫等于他方世界的虽陀魂施陀行 断正等于实际上你的智慧神通能力 绝对不是他方世界的声闻原觉权教菩萨能相比的 这一点我们不知不得的 所以古人注解到头亦讲 实际上每个往生的人都是发菩提心 都是一向尊念 所以西方记录世界是一成法一佛成 所谓声闻人天只是显示断惑程度 和徐信他方比较来讲的 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要留意了 无量仇敬我们还未读到的三辈往生 往生静印那两品经文是说明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经常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经常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发菩提心一向尊念 这句话非常重要 你看上品往生的是那个条件 中品的下品的通通是那个条件 这些条件 绝对不要掃佛 绝对不要掃佛 现在 我在香港 在台湾 在美国 时时听到 大概新加坡也有 从日本传来的本愿念佛 本愿念佛 古时候祖师大德成传的没错 但是全到现在 我听听他们跟我讲的有问题了 他们只重视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 他说十八愿是本愿 其他都不用学了 十八愿是什么呢 十念必生 所以他每日就念十句佛号就可以了 将来一定往生 经常讲的 十念必生 到临终不会往生 还要跟阿弥陀佛打官司 阿弥陀佛 你说话不算话 我遵照你的方法十念 为什么不会往生 但其实那些人自作聪明 投机取巧 对四十八愿的意义 他不了解 错误了佛的字是 佛没有说错 你听错了 你误会了 过失在你 不在佛 古大德 老师大德说得很明白很清楚 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圆满包括其他四十七愿 小一愿 你那一愿不圆满 又欠缺 正是华言经上所说的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你怎么能四十八愿 这不可以的 要知道古人说那一愿就是一切愿 这样可以 任何一愿都包括一切愿 它是圆满的 这就没错了 第十九愿 发菩提心 老实说 四十八愿里头这两愿最重要 我们在三辈往生里面 上中下三辈都有这句话 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愿 一项尊念是第十八愿 你只有一项尊念 没有发菩提心 你不会往生 所以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并不多 这个道理我们不知不得 事实真相摆在我们面前 早年 我在台中学佛 李老师时时提醒我们 就是现前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的两三个人 就是万分之二三 其他真的是一万人之中有九千九百九十几个人都不会往生 什么原因 没有发菩提心 你和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认 你如果不发菩提心 到西方记录世界 西方记录世界就不是一佛性 他那个世界是一佛性的话 那菩提心对什么都重要 什么叫菩提心 什么叫菩提心 菩提心 心心 回向发愿心 讲三个 为什么菩提心讲三个 三个实际上是一个 菩提心的体是智诚心啊 自成心起作用 那个作用有对自己有对人的 对自己是心心 对人是回向发愿心 所以心心和回向发愿心是菩提心的作用 一个对自己的作用 一个对人的作用 实际上一个心 从三个方便来讲 这里如果不懂 我们再去看大乘起信论 大乘起信论 马明菩萨跟我们讲菩提心 他讲的是直心 心心 大悲心 我们将经和乘起来看 我们将经和乘起来看 意思就容易懂了 论上讲的直心 就是经上讲的智诚心 心心是一样的 经上讲的回向发愿心 正是论上讲的大悲心 大慈大悲啊 那我们就好懂多了 但是心心还是不好懂 到底什么叫心心 心心是自受用 菩提心起用 自受用 所以我在早年 在美国的时候 将菩提心写作五条十个字 好像是在这边 真诚 真诚 就是智诚心 就是直心 就是直心 清淨 平等 正觉 就是心心 那大家就好懂多了 那大家就好懂多了 慈悲心 就是回向发愿心 就是回向发愿心 对人的 对自己要清淨 平等 正觉 我们起心动念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同这十个字相应 你就真正发了菩提心 这种是无上菩提心 这种是无上菩提心 所以 既然真正发心这一生众 绝对要往生极乐世界 绝对要亲近欧弥陀佛 真的 你有这样的愿望 同现在起 你生活 工作 主事 待人之末 一定要用真心 不可以再用忘心 或者有人说 我用真心对人 人家用忘心对我 那我不是吃虧太大吗? 这个时候你就要问 你是想继续搞六道轮回 还是要到极乐世界 如果到极乐世界 你不真不得 极乐世界的人 个个都用真心 无用忘心的 你还不肯用真心 还以虚妄心处事待人 照问 你这一生念成世佛 不会往生 你是属于那一万个人里头 九千九百九十几个里面的 你如果肯用真心 你就是一万人之中的两三个 这个道理 各位要懂 事实真相要明白 所以我们真正发心 行菩萨道的 绝对要见阿弥陀佛的 我们不怕人家骗我 欺负我 欺负我 老实说 我都功功敬敬地感激他 连阿弥陀佛回向他 为什么呢 烧我的业障 好啊 他自己造罪业 和我烧业障 他真是 这己为我 我的恩人 他自己不知 我清楚 我明白 我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 他走的是六道沦围 走的是三途恶道 我走的是一乘佛道 不是声闻 不是原觉 亦不是菩萨 我走的是乘佛之道 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形智 我们前途是一片金色光明 绝对不贪图这一生的名闻利养 要将它射得干干净净 我离开新加址去澳洲 写了一幅队联 勉励自己 亦勉励我们同学 那副对联的上联是处逆境 随恶缘 逆境是我们的环境不好 处处都有障碍 因为人事环境不好 毁谱我们的人很多 做遥生事的人很多 我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绝对无一念亲为心 无亲为 业障尽绍 那结果结果 冤冤相报 永无止境 不可以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受委屈 受人陷害 立刻就要想到释迦牟尼佛 收忍欲波罗物的时候 遇到的哥利王 我们想到忍欲先人 遇到哥利王 这样的灾难都能承受 无一思好亲为心 我们要学的 无一思好亲为心 忍欲波罗物圆满 无报复的念头 无杀生那一条界圆满 所以哥利王 有好大功德 成就修行人两件大事 等于说 你修行人家来考你 考验考验你 看你功夫是怎样的 我们不可以说一下就被人考到 这样就糟了 那么还要搞三途六道 要考不到 我统统都能承受 欢欢喜喜地承受 无亲为 无报复 而且感恩大德 那一个测验知道自己修学的功夫 修学的境界 所以对逆境 乐园 我们确实实是处是复生感激 将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下连统是处是处是处处是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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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境界迷惑 那你就慘了 絕對無貪 無愚痴 福慧全然 福慧就現前了 這段是我們自己勉勵自己 也勉勵一切同學 在順境逆境來貪賜賜 貪賜賜是三獨 起心動念 如果和三獨煩惱相應 那就做餓鬼地獄畜生的業 將來果報在三途 所以絕對不可以 起心動念言語做作 我們絕對不去管人 將自己管好 人家怎麼做跟我無關係 這是他的事 我一定要隨信佛徒教誨 一定要隨信十善 要隨信三貴 三貴是國正正 要隨信六道 隨信菩提心 戴菩提心 那麼一心清念 求生世放 某一個不往生的 古時候祖師大德說 這個法門萬修萬人去 能如理如法地修學 能如理如法地修學 個個往生 所以一定要同 真誠 清淨 平等 正覺 慈悲 相應 特別是慈悲心 對什麼人 對你的冤親債主 你能對陷害你的人慈悲 你就會對所有一切眾生都慈悲 對三途六道 地獄眾生 對三途六道 地獄眾生 無惡不作的都要大慈大悲 他們可憐如刺 造作的罪業 他如果有智慧 他絕對不會造罪業 所以我們對人 對一切有情眾生 看法裏面最重要的 要肯定 性本善 所有一切眾生的真性 真性是佛性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佛性本善 他為什麼會造惡 因為他迷失了本性 迷失本性 隨順 雜性 雜性不善 要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佛體一切眾生都是佛 所以佛體一切眾生都是佛 它怎麼看 看本性 所以一切眾生都值得我尊敬 都值得我供養 都值得我全心全力地來逢視 到你在這裡 佛體得正確 我們凡夫將人看扁了 不從正面看 從邪面看 不看他的本性 看他的雜性就錯了 佛菩薩看一切眾生的本性 不看雜性 所以他的心永遠和真誠 清淨 平等 正確 慈悲相認 道理在這裡 這些是我們應該要學習的 這個是成佛之道 現在講這一句阿維月字 阿維月字在彌陀經上叫阿彼拔字 因為它是梵吻音域 音差不多 所以是同一件詞 一個名詞 一個名詞 他的意思 古德講 不退轉於成佛之道 就是行成佛那條路 他一直向前進 他不會往後退 阿比拔字是這個意思 小本經 翻成阿比拔字 古德有從 經文上黎犯 阿翻成無 我們這個阿彌陀佛 頭一個阿役翻成無 彌陀翻成量 無量 佛翻成角 所以阿彌陀佛的意思 如果整個從中文翻過來 是無量角 佛在彌陀佛的意思 佛在彌陀經上跟我們講他的意思 一個講的是無量角 一個講的是無量壽 這兩個字的意思也非常好 光是光明 光明天照 我們現在講空間 無量的空間 就是講壽命 壽命是時間 現代人講無量的時空 阿彌陀佛這個意思就是無量時空 無量時空裏面所包含的一切一樣都不留 所以這個名號意思 不可置疑 阿比拔字 拔字翻成退轉 阿翻成無 無退轉 古德這種解釋 很清楚 很明白 無退轉於成佛之道 這個意思翻得很好好 阿彌陀佛在彌陀佛在彌陀佛要解裏面 跟我們講三不退 阿比拔字裏頭有三個意思 就是三種不退 第一種為不退 轉返成聖 阿彌陀佛不會再退轉為凡夫 這個是阿維月志裏面最淺的意思 昨日我們講到衰途緩就不退轉了 你如果問他為什麼不退轉 他見解裏頭沒有錯誤 也就是說他對世出世間法 對人對事對物 他的看法正確沒有錯誤 所以他不會退轉 我們為什麼會退轉 我們對一些人事物的看法錯了 錯在哪裏呢 錯在感情用詞 一定要徐順自己煩惱集氣 徐順自己的好戶 這個我喜歡 那個我討厭 那麼不行了 喜歡討厭本性裡頭沒有 本性裡頭沒有愛 亦沒有厭惡 這一點要知道 所以佛菩薩修行人 隨順發性 隨順真性 真性裡頭沒有七情五欲 要懂得懂得明白 要懂 要懂這個道理 要懂這個道理 七情五欲 是從 無名裡頭生出來的 悉心里头生出来的妄心 真心里头无 真心里面 只有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些真心里头有 妄心里面 先会有烦恼杂气 先会有毫无 先会有贪嗔词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要明白 第二种 叫行不退 就是说一般大圣菩萨 大圣菩萨发愿度众生 四弘誓愿里面头一条 众生无边誓愿度 他讲到 他做到了 绝对不会退转做小圣 小圣是自度而不度他 只顾自己 他不顾人 这句话要讲清楚 不讲清楚 怕大家听到误会 小圣人真的不度人吗 亦度人 他度什么人 我看你顺眼我就度你 看你不顺眼我就不度你 所以他没有菩提心 跟他有缘的 他就度你 没有缘的 他不度你 而且你要去找他 向他去请教 他会教你 你不去找他 他不会再来找你 这度和大圣菩萨不一样 大圣菩萨教法众生无条件 用现在来说就是多元文化 他不分国籍 不分种族 亦不分信仰 他无任何条件 而且主动来找你 未必要你去找他 他会来找你 这种是大圣菩萨 大圣法里头亦常讲 罚不到无缘之人 法会不会找那个无缘的众生去帮助他 去度他 佛寻 法寻怎么呢 那个人不肯听佛的教诲 那就和佛无缘 你要明白这个意思 那你就细心去观察 去思维 现在现前很多很多 受了三规 受了五戒 甚至受了出家的三壇大戒 他听不听佛的教诲 不听 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 那些都是无缘之人 无缘之人 佛亦照顾他 所以佛照顾众生是平等的 众生可不学佛 听不听佛的教诲 依不依教奉行 那就一个有缘 一个无缘 有缘的真听 真信真正依教奉行 这种有缘的 有缘是他这一生肯定成就 这就叫有缘就得道 无缘就不会得道了 我这么说 大家听得容易明白 绝对不是说无缘的佛 你都不管他 没有那种佛 有那种阿罗汉 没有那种佛 菩萨都不会的 菩萨对无缘的没有佛 总圣的 同他下佛种子 有佛种子的人帮助他增长 你们都是这一生不会得道的 已经增长的帮助他成熟 成熟就得道了 我在这里跟大家所说的 我们在生活 工作 处事待人占物 我们用真心 绝对遵从佛陀的教会 我们以真诚心待人 绝对无虚伪 我们以清静心 绝对无虚伪 清静心就是刚才所说的 在逆境恶缘不起侵违 在顺境善缘不起探次 你就不会被外面境界所掩护 永远保持心地清静平等 平等就是无高下 绝对不会我被人告 那个人不如我 这种叫高下心 这种不平等 真心是平等的 不单止对一切人平等 对一切动物亦平等 对一切鬼神亦平等 现在这个世间恐乱 要魔鬼怪很多 鬼神要知道就算是天神 天神还是凡夫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他的烦恼集气一品都无断 和我们无差别 只是福布给我们大 他升到天上向天福去 因此他虽然有五通 五通有什么用 探亲千万微团 明文利养微团 那些天神鬼神 现在在世间很多 我遇到的就不少 绝对不要被他骗到 你如果被他骗到 那你就上当了 你走的是鬼神道 不是走佛菩萨的路 你将来一生 死了之后就进鬼神道 切大底了 你进鬼神道 鬼神看不起你 我们走菩萨道 走佛道 鬼神尊敬你 鬼神拥护你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有些同学来问我 为什么呢 他们经常跟那些灵媒接触 中国有灵媒 外国也有灵媒 美国有几个灵媒 是国际上承认的 他们知道 很多很多我们人间不知道的事 但是他们无方法解决 那就是知其当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解决的方法 还是要来分门中找 所以鬼神来找我的很多 我和他们做三季二 他有疑难习症的时候 我和他解决 确实有很多鬼神很聪明 和他一说 他就明白了 他就懂了 所以千万不要被鬼神压到 人被人压 不可以原谅太如次了 所以鬼神遇到我们 我们要教他一照 我们是他的路士 这些道理和事实都要通达 都要明白 世间还有些聪明人 利用愚痴的人 愚痴的人很多 相信鬼神害怕鬼神的 就故意装神装鬼 来骗社会上那些善良的信徒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求自己的命名利养 我在二十几年前 一九七七年 去香港讲敬 在香港讲敬 第一次去香港 就听到香港那边的同修同友说 有一位法师喜欢用神通来接引众神 他的神通是怎么来的 他找一些新闻记者 找一些雜誌上的编辑送钱 请他们在报纸 在雜誌上刊登 说那个法师有神通 那一宣染出去之后 法师名气大了 那个法师不是凡人有神通 他神通是制造出来的 新闻制造出来的 以后麻烦大了 那些新闻记者都不是好事的 时时时来问他要钱 你如果不给 我就将你的事情揭穿 搞到那个法师在香港 没办法蜡烛 去了美国 离开香港 在美国他还是搞过一套 搞得名气很大 他是聪明人 我们世间法上说 聪明反备聪明误 听说那个法师现在也不在了 有人跟我说 他走的时候相非常不好 当然不好 想尽方法造谣生事 要是骗众生哪会有好结果的 纵善因得善过 你的因不善 你怎会有好结果 这些事情多了 我时时听到 某人是什么菩萨在来的 是什么佛在来的 有很多同学来问我 法师 你的看法怎样呢 我说我没有看法 我说我只听古人说的 身份暴露他就走了 这是真的 如果身份暴露了 天下人都知道他还在 那很奇怪 我只觉得奇怪 所以现在利用记者 利用传播 利用灵媒 来制造那些新闻 骗众生太多太多了 我们学佛同修 心地都是很善良 但是缺少智慧 很容易上当 很容易被蒙骗 那些人缺缺缺缺 他们最大的长处是口齿凌厉 识讲话 他有邪知邪见 有邪智慧 实际上 我们冷静去思维 大概都是魔王的子孙 来这个世间 妖恋佛法 将那些好心念佛人 看到他这一生回皇神 快点将他拉回来 这种是他们来世间的任务 魔王派遣来的 这种情形在经上有记载 他们做这种罪业 果报都在阿比地狱 不是一件好事 这种就叫做破坏人家的法身为命 比杀他生命的罪过更严重 杀生命无所谓 言语常讲 过四十九日又来了 他又投胎来了 所以生命是小 为命是大 一个人能遇到佛法 遇到正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种机会太难得 他遇到 你忍心 将他那个机缘 将他打断了 这种罪过太重了 阿比地狱的罪过 所以我们要知道 菩萨真正是菩萨 肯定是成就众生 爱护众生 我们时时说 他爱护他的冤架 爱护他的对头 爱护他的敌人 爱护严重伤害他的人 他不会起一个亲谓的念头 这种是菩萨 还有亲谓念头在里 他是凡夫 他不是菩萨 我们自己也要以这些境界 来陷验自己 测验自己 我们修行到底 有没有上轨道 有没有一些功夫 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不如意的事 还会不会有亲谓心 有一念亲谓心 古德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那一念亲谓心起来 立刻要过悟 我错了 我学佛怎么学的 怎么会学成这样 念佛人 立刻提起一句阿弥陀佛 将那个亲谓心打了 在顺境里面 起一念 贪爱心错了 这种都是烦恼起言行 喜怒哀乐外护欲 七情五欲 都是烦恼起作用 起言行 只要那些东西一冒出来 立刻一句阿弥陀佛 将它打断 那句阿弥陀佛提起来就是觉的 所以你念佛这个饭门 给一切饭门殊圣 就在这里 因为你很容易提起来 你要将那句佛号念熟 什么时候起作用呢? 就在你烦恼起言行的时候 你能提起它来 你功夫得力了 起作用了 那佛念得再多佛念得再好 烦恼现行 还是照样现行 那你功夫不得力 换句话说 你根本无功夫 你天天在念佛 好像读书一样 天天在读书 考试都得零分 无成即可疑 学佛的人功夫在哪里 功夫就在烦恼 一起言行 立刻就将它压住 压久了 在现在这种环境 至少是十年 一起言行 你就能觉察 这样的功夫 你用上十年之后 截截然然 烦恼不起言行 那个时候往生 就有把握 随时都可以往生 生死自在 这个世间还有缘分 缘分是什么 这一夜 还有很多人愿意接近你 你还能劝很多人 念佛往生 你就可以多住几年 生死自在 就是寿命自在 想住多少年不外事 想何时走 立刻就走得到 功夫到得力的时候 就能做得到 功夫不得力 不得力的时候 随孽流转 这很可怕的 我们学佛 至少要学到这种程度 我们烦恼集气并无断 但是凡性同居土 绝对无问题 肯定可以往生的 世间一切法 都是假的 都是一场空一场梦 要完全放下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放下不是说不理他 不理他 那学佛就学到不近人情了 一样同大家生活 心里头绝对无牵挂 和光同层 用心不一样 放下是在心里面放下 不是说是在事上放下 有很多人听话听错了 我前年好像遇到中国大陆 有个人写封信给我 他说他听我讲经 听到放下他放下 工作也放下了 放下两个月之后 他无钱无收入 他写信问我怎样好 现在没办法生活了 那错了 放下是心里面放下 不是事上放下 心里要清静 只有一句佛号 日常生活照常 工作照常 应酬照常 都不外事 华言经上讲的 你是无外事事无外 外事的是什么 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这些是外事 你彻底放下 你就入了无障碍的境界 如果说是上亦放下 那诸佛如来何必来这个地方度生 那不是隐事吗 那不是无时生非吗 隐事做吗 无妨碍事无妨碍 你同事都要明白 学佛才会学得圆满 学得幸福 学得自在快乐 所以菩萨要实现他的本愿 他发的誓愿不是讲假话 不是骗人的 讲到做到 真的要成就众生 帮助众生 便会去障碍众生的道理 绝对没有这个道理 这种是行不退 第三个叫念不退 这种是大乘菩萨 念不退就好像前面所说的 如果说是广告的 念不退就好像 相顶不退是岁的 念不退就行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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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么短暂时间 它也不会离开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 真诚 清淨 平等 正觉 慈悲 念念和这些相应 就叫念不退了 这不容易 所以佛菩萨教导我们 受忏悔法门 普言十愿里面 教我们 参除业障 参悔 就是反省点点 几时求参悔 不可以定一个时间 时时刻刻反省 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我们是凡夫 这么说自己一定要肯定 我们不是圣人 既然是凡夫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 起心动念并不可怕 怕的是你不觉 怕的是你随信你的妄想念头去 对了 这样麻烦就大了 所以古人说 不断念起 只怕各词 你要时时刻刻警觉到 提醒你自己 我在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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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言语 我的行为 同菩提心相不相应 同十善业道相不相应 同六道相不相应 同宝言十愿相不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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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相应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 你是在菩提道上精进 如果不相应 快点回头 一定要相应 不相应 一定就和贪亲痴慢 和自私自利 和明文利养相应 同那些相应 同宝言 同宝言 同宝言十愿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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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能做到念不退 念不退是念念都同无上菩提相认 古德讲念念流入撒婆若海 撒婆若是梵语 它的意思是一切种字 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佛这个字 佛是从泛文翻译过来的 它的意思有两种 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觉悟 智是体觉是用 智里面有三种字 有一切智度种字一切种字 念不退是念念同一切种字相认 这种是三种字里面最高的最圆满的 一切智是声闻原觉正德的 道种字是菩萨正德的 一切种字是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智慧 它和这种相认 所以念不退是法身菩萨 在《华言经》里面原教初注 正德念不退 当然有念不退 唯不退 行不退 通通都有了 正德唯不退的 未必有行不退 行可能退 念可能退 它的唯不退 正德行不退的 它念会退 它唯不退 所以 正道三不退 这才是真正的阿维悦字 真正的阿维悦字 真正的阿维悦字菩萨 刚刚正德念不退 但是阿维悦字菩萨 真正的阿维悦字菩萨 阿维悦字菩萨 是七地以上 七地以上 八地菩萨 八地叫不动地 真的不退 但是七地以下的那些菩萨念 还是会退 进进退退 但是它退得最低 它不会退到原教初住 原教初住是它的底线 不会再退出来 它肯定就是发生大事 它不会将发生都退出 没有可能的 这种情形 大乘经上 不时时 教导我们 古内祖师达德 注解往生经 往生经 就是正土三经 都是求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将来在古德住所里头 看到往生经 你就知道是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 这三部经都叫做往生经 注解里面 注阿维悦字 都是讲到七地以上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静土饭门 渺良 五亿十恶 十念成就 大业往生 居下下品者 皆得三不退 这个是极乐世界里面的事实 所以我们对造作罪业的人 不敢轻视 我们一定非常尊重它 为什么 它如果一旦觉悟 临终的时候 真正回头来 忏悔自己的业障 一心求生静土 十年真能往生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能品位仲在我之上 我如果看不起它 到了极乐世界见面 非常不好意思 在这里 这里有来自 阿蛇世王 同提婆达到勾结 破坏佛法 做五亿十恶的罪 提婆达到 高亚被地狱 阿蛇世王到临命中时惭悔 知道一生所作所为错了 临终后悔 发愿求生静土 他往生了 佛的那些弟子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阿蛇世王 五亿十恶 他念佛往生 记录世界 生到西方世界 他是什么品位 释迦牟尼佛和大家说 相品中生 那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所以我们才知道 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 我们中国言语常说 浪子回头金不缓 他真的过不回头 他是好人之中的好人 不要看小他 我们现在学佛明白 好像提婆达多 阿蛇世王 都是诸佛如来 在那里做戏 做给我们看的 不是凡人 他是来教化我们 令我们了解 关门平等 无有高下 你修十善 前五界修十善 一生做好人 念佛 亦往生 你是示现 正面的 教人行善 那种示现 是无恶不作 到临终能回头 改过向前 亦难得 亦能啟发 很多很多 作恶的人 做恶 你看他回头 他那部不错 我们快点回头 到那一批 无恶不作的人 那种功德 一样不可置疑 所以 佛菩萨作略 我们无办法想象 所以 无论他从哪一方面来示现 都是利益 一切众生 在《黄圣经》里面 正统圣言录里头 我们也看到 很多很多作恶的人 临终往生 垂上都非常好 宋朝的 刑萨法师 出家人 接种一个好例子 破戒 不守清规 寺院里面大众 都看不起他 他自己 亦发觉 但是他 劣根性好重 受不住 誘惑 自己 没有办法 控制自己 所以想一下 自己 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肯定度阿比地狱 想到这种事情 他就恐怖 就怕了 向同僚 同参道友请教 有没有方法救他 有个同学 给他一本 往生传 他看完之后 非常感动 念阿弥陀佛 可以求生 静土 这样就不会 到地狱了 他相信 他也真有勇气 就下定决心 念佛 求阿弥陀佛 将自己 尿房到门 关闭 在房里面 念了三日三夜 不吃饭 不睡觉 亦不喝水 三日三夜 就将阿弥陀佛 念来了 成神 他自己受不住有话 不知又做多少多少罪业 他跟阿弥陀佛说 我十年寿命不要了 我现在就跟你走 心狠切 阿弥陀佛听完之后 就跟他说 那好 三日之后 我来接人 他开心得不得了 三日之后 他要往生 阿弥陀佛当面答应 所以到第二日 门打 在跟大家说 三日之后 他要往生淨土 没有一个人相信 你这种人 闪到门 不知做什么事 还说三日之后 你要往生淨土 但是三日时间不长 好 等三日之后 等着看 就是了 到了第三日 他要求寺庙同修大众念佛 送他往生 大家欢喜 我们大家来念佛送来 看你走不走 念走不到一刻中 真的 他说 阿弥陀佛来了 跟阿弥陀佛走了 他也没有病 就这样往生 你总是忏悔往生 平时没有用过功夫 他不过就是三日三夜 念三日三夜 所以 我们从这个地方 就能信得过经常说 念一声阿弥陀佛 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但是这样要怎么念呢 诚心诚意念 好像我们这种有口无心 想不得的 哪有这么大的效果 好像形阿弥陀佛 那样真的 他那个三日三夜 声声声佛号 每一声佛号 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为什么 他诚心 他对这个世间一切蔓延 他真放下 他一心求往生 我们虽然口道念佛 心里面还在打网上 电话一响快点去接电话 佛也忘记了 那怎么办呢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消不了这么多罪孽 所以这个道理要动 为什么他有效 我们的效果很差 看不到效果 有原因的 心不一样的 虽然口念佛 心不相同 古德说的 我们这些念佛人是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言 我们属于这一类的 都要知道 都要明白 我们要将自己的毛病 过失改过来 我们的功夫就会得力了 功夫得力之后 情形不一样了 你就算不求快点去记录世界 你现在在这个世间 和在记录世界没有差别 每日自己念佛文法 为人演说 就是教化众生 演是表演 做榜样给大家看 所做的表演 有个不变的原则 就是对峙 对峙众生烦恼集气 共生在现在的世界 普遍做业 我们事现不做业 无论在任何时 有人看到 没有人看到 都一样 没有人看到 有鬼神看到 绝对不做恶业 绝对不起恶念 现代人 自私自利 这个是病禁 我们要事现 大公无事 现在世间人 不孝父母 我们要做出孝养父母 做榜样给社会大众看 现代人不尊重老师 我们要表现 尊重老师 这就是教化众生 用行为去教化 现代人不相信人 对人都怀疑 我们对人要相信 他骗我 我也相信他 他害我 我还是信他 为什么 我要教一切众生 信任人 我不怕陷害 我也不怕委扑 为什么 我这样做 若干年后 你会回头 为什么 我相信你胜本善 你会有良心 到哪一日良心发现 你才知道 我不是坏人 我是好人 你跟我交往没错 我没有害你 你害我可以 我不会害你 你骗我可以 我不会骗你的 所以 要为社会大众做好榜样 不要跟社会大众一样 人家这样做 我亦这样做 人家入三途 你亦跟着入三途 你就错了 你无自卫 所以论理道德 校提中信礼 二年子 我们一定要做出来 佛教导到我们的三福 三学六道 我们也要做出来 六道老实说 就是对治众生六种大病 暴事是对治 限贪 众生不肯收暴事 论悉贪财 贪而无厌 我们要做出来 给他看 我们对世出世间一切法 无谈甚 欢喜暴事 欢喜共养 越师越多 越共养越丰富 真正肯学的人 你就能明白了 那种效果你自己得到了 你先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 不是假的 具具真实 你得来的那些福报 你布施才得财 父布施法得聪明 智慧 得来的时候 绝对不是自己享受 得来的时候 一定要帮助 贫苦众生 这样的福报 越来越大 积功累突 无量无边的福位现前 自己还是不起心 心不动念 这种福报 供养 片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绝对无分别 这个学佛的 我要报师他 那个不学佛的 排斥佛教的 还想消灭佛教的 我更要报师他 更要照顾他 为何呢 令他将那个念头 转过来 所以说 什么人 要首先导他 不相信佛的人 排斥佛法的人 都是我们第一个要照顾的 他为何排斥佛法 为何不接受佛法 他对佛法不了解 不认识 个失不在他 个失在我们这些传教的人 我们这些学佛的人 没有做一个好榜样给他看 所以真正能做到 十善五戒 就是好好的榜样 学佛的同学 无论在家出嫁 人人都能遵守五戒十善 我相信 我相信佛教在这个世界 会令很多很多 误会佛教的人 统统都回头来学佛 如果我们所作所为 还是十恶 还是不善 人家看到 佛教不是好事 不学得的 自自然而 他产生误会 产生排斥 所以说 个不在他 在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做得不好 受得不好 弘扬佛犯不得力 先产生那些弊病 下面 黄念祖居士引用 欧益大师那几句话 那几句话 是在要解里头 说得非常好 欧益大师说 十方佛土 无此名上 无此奸位 无此法门 非心性之极致 持名之其分 弥陀之大愿 愈何以有此 这段是讲到 所以我们在这一生中 能遇到这个法门 不是容易的事 一定要知道 证实 开经济上讲 百千万劫难遭遇 就是讲我们遇到佛法 在佛法里面遇到 静宗法门 那又要加上 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真是稀有的因缘 我们现在能遇到 我们要往生真正在这一生中成就 这才叫究竟真实的成就 你在世间 无论从事任何行业的成就都是假的 世间无常 太阳有冷了的那一日 地球有毁灭的那一日 你什么是永恒的 所以真正的永恒是往生西方静度 这种是永恒的 我们修学 为什么不可以来说老实话 事实真相 未搞清楚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是问你世七世间一切的那些尘缘 你会不会放下 当然放下 不会再去搞那些事了 不单止年龄大的人放下 年轻也要放下 为什么要来说老实话 这个才是一生之中唯一的一件大事 自己在平时随份随力 将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 这种是我们的本分的义务 应该要做的 这个心和佛的愿完全相认 阿弥陀佛的宏愿 是希望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 所以在西方淨土建立那个道场 来帮助一切众生 最难得的是帮助业障 还未断的那些众生 这件事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 大业往生 那些人到极力世界都能成就 还有谁不会成就的 我们的心 跟佛的心一样 佛的心是真诚清正平等正觉慈悲 跟佛的心一样 愿跟佛的愿一样 佛的愿在这部经上讲得很清楚 我四十八愿 愿远都是普道众生的 我们以四十八愿 做自己的本愿 我和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然后自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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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凡圣同居土 而是实报庄严土 我们凡夫能不能做到 古德有讲 实报庄严土 是菩萨去往生的 方便有鱼土 是小圣罗汉去往生的 好像我们这些云云众生 只有凡圣同居土 这种是古时候有些大德他们那种讲法 但是那种讲法被善道大师否定了 各位去看《观无量寿佛经》四帖朔你就知道了 善道唐朝时候人 我们淨土中第二代祖师 传说他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这样善道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四土三贝九品旺盛 但总在缘缘不同 这句话我们听完之后 无比的兴奋 如果我们遇到的缘殊性 我们薄地凡夫亦能生实报庄严土 就算是菩萨 菩萨如果遇不到殊性的缘 可能亦会生到同居土 或者是方便土 所以这就讲到总在缘缘不同了 缘是什么? 第一个是经教 你有没有遇到 特别是《无量寿佛经》善本? 这很难啊! 《无量寿佛经》在中国总共有十二次翻译 但是很不幸 那十二种里头有七种失存了 现在存下来的只有五种 每个人翻的不一样 能有十二种 我们来参考 对西方纪录世界的状况 我们就撩如指掌了 古时候不容易 经本是手抄本 那个时候印刷述未发明 手抄本 所以很容易失了 于是 先会有汇集本出现 第一个汇集本 宋朝时候黄日收居士 黄龙书他做的 他那个版本现在收在龙藏 《天龙大纵经》里面收入去了 他是《无量寿佛经》第一个汇集本 但是汇集得 确实无办法叫人满意 决险很多 龙书居士实在是很厉害的了 他只看到四种《无量寿经》的原页本 《年唐朝大宝经》里面 《大宝经》里面 总版本都看到了 当然他回习得超过黄龙书 但是取写 还有欠妥当 古人说的 取写不当 另外 有小数字他改动了 这种都是汇集的忌諱 所以汇集公大师对他有批评 不是批评 汇集错误 是批评 他取写不当 是在改动了 经文的原文 这是怕 开了这种例子 以后人们读佛经 觉得这个字不多信 随便改 每个人都随便改 以后那部经本就面目全非 所以不可以开这种例子 是反对这两件事情 正因为这个缘故 民国初年 夏年居老居士 做第三次回习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将前面两种 回习本的弊病都改正过来 这本是一本最完美的《无量寿经》版本 可以与五种原语本对照起来看 你才知道它这个版本会习得好 我们深深相信 没法九千年 将来依靠正宗得到的就是这个版本 我在港经前面开讲的时候 和各位做过详细报告 非常稀有难得 所以我们认识清楚了 先会下定决心 将世出世间一切法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 一心尊学 一门深入 长远深入 希望这一生中肯定成就 这一品最后 这一品最后 各自念道 说道 行道 莫不欢喜 这一句 这一句是总结 发起自在 西方记录世界往生的 无论生在哪一套 哪一种品位 每个人都发起充满 所以我在这里 和同学说 西方记录世界教学 是一对一的 不是大家一起上堂 肯定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有无量的分身 基录世界有多少人 他就变现多少身 一对一的教学 契机契离 所以成就这么快 从这个地方 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真正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说到这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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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